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狱中度过12年 此外 裁判书当中透露 同二半食品监督管理人员海冲 杨光也已被判决 负责食品料品监督管理的稽查人员 竟然组团犯下了敲诈的所罪 这在以往的判例中还是颇为罕见的 去年曾有报道 职业举报人敲诈数百商贩去年8月 民主与法治时报 报道说 一个多月来 在郑州街头卖鸡蛋挂饼的张庆海满脸愁容 他想不明白 若大的城市为何难容自己 他原来经营着一个几平方米的小店勉强度日 不久前却遭市民举报 说其没有办理食品经营时刻证 此消息是当地食药局工作人员传达给他的 张庆海被告知 这种无证经营行为 不仅有被罚款5万元 还要起诉执法院 没经过这阵事的张庆海断是慌了 后来 是要决人员传 如果不想被罚款 就要马上摆平举报人 并给了他举报人王某的手机号以及微信号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张庆海加上了王某名为机器猫的微信 王某说只是付1000元 就撤销举报 张庆海说只拿得出500元 对方没同意 并撂下狠话 让他等着拒额把款和公平 害怕 损失太大 张庆海迅速转掉店铺 成为待业人员 而此后不久他突然得知 机器猫应涉嫌敲战勒索 被警方抓获了 可他同样被举报的商交还有数百个 而且很多人像机器猫付了钱 上得一两千 多得5000元 一波经营一家网吧 却也遭遇了食药局的检查 工作人员趁 网吧前台摆放的矿泉水 方便面 小零食等均属于食品 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就要罚款5万 可张庆海的遭遇那次 是要局工作人员趁 可以添加网某的微信号机器猫 与其沟通一下 加了微信号之后 机器猫没有客套 直接开价5000元 还说这是老板的统一价 我只负责收钱 一口价遭到拒绝后 机器猫一恐吓是口吻说道 处罚你之后其他网吧就不会讨价还价了 你愿意审生给我们做个广告部 多名举报人的与食药件工作人员 王一波勾结裁判书显示 微信号叫机器猫的王某 名为王勇超 男 1987年12月26日出生 汉族 高中文化 午夜 住郑州市 儿女王勇超同行的 还有王兵和张孝印 文宾 男 1991年8月7日出生 汉族 大庄文化 系郑州市儿童医院职工 张孝印 男 1984年12月4日出生 汉族 大庄文化 喜连通公司鞠躬 儿职业举报人口中帝老板 旧市郑州市管城区时 品药品鉴都管理局机查大队科人王一波 王一波 男 1988年7月3日出生 汉族 大庄文化 2016年10月份至2017年7月份 被告人王一波 与王勇超经预谋 以王先生的名义由王勇超 象征就是出广城区以外 特克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邮寄材料 举报违法经营食品商户 要求食药局对商户进行处罚 后食药局工作人员 将举报人的微信号告知商户 由被告人王一波 和被举报商户协商 支付钱财换取撤诉 被告人王勇 张孝印 则负责收集商户无证经营的材料 提供给王一波 进行举报后调查分成 王一波按照收集商户无证经营信息 向王勇 张孝印支付交诈款百分之十的好处费 是要接内鬼不止一个金水区 也有两人设案裁判书显示 海琼 杨光 作为食品监督管理人员 等应对辖区内食品维法案建议法查处 但海琼和杨光未谋取私利 和王一波 王勇超相互勾结 利益外合 玫瑰办案 海琼 杨光在处理举报件时 要求商户通过微信与举报人协商撤诉 否则对商户数五万元以上罚款 被举报商户被规定高额罚款 被迫通过微信向举报人转账 王一波收的钱后 按照一定的比例 以微信转账形式向海琼 杨光温城 并制作撤诉书 邮寄到金水学食邀局 杨光 海琼收到撤诉书后 违反食品安全法第122条之规定 在调查报告上 签字同意对违法商户不予处罚 经核实 海琼违规处理王一波 的举报件42件 其中和王一波共谋滥用其食品监督职权 处理举报件28件 造成国家拔墨收入140万人流失 杨光违规处理王一波的举报件22件 其中按约定比例 接受王一波分成的举报件有21件 造成国家拔墨收入105万人流失 王一波 网友超敲诈了索罪的判决书显示 是按了海琼 杨光也被判决 但裁判文书网上未公布相关判决书 开蓝色宝马的11间可约王一波获行12年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王一波 王永超共计敲诈金额 为人民币拔15万余元 被告人王一波敲诈金额为人民币25000元 被告人张向印敲诈金额为人民币21000多元 至此 被告人王一波犯敲诈了索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被告人王永超犯敲诈了索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被告人王兵犯敲诈了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被告人张孝燕犯敲诈了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此外 扣押在案被告人王一波名下的宝麻320蓝色轿车一辆 查封的余额保货币基金25万余犯将依法拍卖 便现后作为涉案赃款 将依法罚还被害人 二审法院认为 王一波 王永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为携手段 勒索他人钱财 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以构成乔战的索罪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 政治充分 定罪准确 所以判决不会上诉 维持原判